家人首在電視機前 看矮馬王子李志凱 出戰競技體操矮馬項目 李志凱爸爸媽媽 在宜蘭家中見證兒子挑戰 亞運 矮馬二連霸成功超開心 尤其孝順的李志凱 第一時間超暖心 老爸生日快樂 這個生日禮物可以嗎 當然是可以 太可語了 不只開心而已 是超級開心 上次奧運的話是爸爸姐的 亞運金牌 當作給爸爸生的禮物 真的超驚喜 對李志凱來說 家人就是最強後盾 姐姐就算在上班 也要替弟弟加油 躲在那個我們工作台裡面 躲在裡面頭收開 然後贏的時候 就只能自己就 贏了贏了贏了 李家的榮耀 辛苦了啦 辛苦了啦 他做到了啦 是 他想要的二連霸做到了 一家人笑得喝不容嘴 但想見到安馬王子 還要再等等 因為比完亞運的李志凱 接著將直接飛往比利時 出戰試競賽 挑戰巴黎奧運門票 要為家人準備下份禮物 另一頭同樣超歡喜的 還有他 巴黎奧運 聚集合金牌 加油 加油 蛋糕用力給他切下去 揉到男神楊勇偉 揉到項目夺得手筋 剛好是送給自己 26歲的生日大禮 心裡然後我覺得感動 然後覺得 今天好像是我 最幸福的時刻 這面金牌也是中華代表隊 亞運第一百面金牌 楊勇偉說要看準前方的路 繼續努力前進 甚至是非常不一樣 因為在國外 甚至又在比賽期間 拿到比較好的成績這樣子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難忘的經驗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中華代表隊接連傳出好消息 他們努力不懈繼續奮鬥 要在未來闖出更好成績 讓更多人看見中華健兒的厲害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按讚 分享